20大臨近 更大的危機籠罩中國 前中山醫院醫生證實 中共滔天罪惡真實存在 香港831事件三週年 真相難見天日 如何辨別感染BA5病毒 科學家表示 看夜間有沒有這一症狀 入行30年 谷德昭談周星馳 梁朝偉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兩岸耀文 今天是9月1號 星期四 我們來關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政治局明確中共二十大召開時間 習近平距離三連任似乎更近了一步 但同時兩大跡象顯示 更大的危機正在籠罩中國 首先是中國的疫情反彈 疫情分布地圖出現了全國一片紅 除了寧夏之外 每個省都有病例 中共國家衛健委通報 8月31日 全國共新增1819宗病例 出現了1811個高風險區 一篇署名為《成林虛》的文章在網路間熱傳 其中寫道 全國突然冒出了大量的高風險區 其實無關防疫 而是各地諸侯的二十大投名狀 毛澤東時代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 最終導致三年大饑荒 成林虛認為 類似的悲劇恐怕要再度上演了 現在清零不讓夏田和當年讓棉花水稻爛在田地裡沒有不同 小區封門和當年的民兵攔截村民不讓桃荒也沒有兩樣 成林虛還寫道 有人認為開完二十大疫情就會結束了 這未免太天真了 就像當年 某會開完之後 文革的烈火卻越燒越烈 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這場鬧劇 咱們這些聲斗小民只能自求多福了 中共為政治目的的堅持精靈 摧毀民生經濟也在所不惜 最新的一則消息 重慶一家婆婆和小孙子 在風空中無聲無息的離去了 離居們聞到腐爛的臭味 呼喊 沒有回應 才發現了這起人間的悲劇 深圳本來要開亞洲寵物展 結果距離展覽8小時 商家把現場都佈置好了 突然通知疫情管控 展會取消 參展商們生怕被封在會場 貨也來不及拿 連夜直奔機場 夜間的機場居然人多到連座位都沒有 機票趁機漲價 最多的有加價1萬元的 有商家在網上發帖說 搭建貨品全費 各家損失十幾萬上百萬 一場展會讓這個行業在2022年雪上加霜了 然而清零不是中國人面臨的唯一威脅 最近中國歷史研究院發文 為閉關鎖國翻案引起廣泛的關注 香港媒體主筆協會會員李博達發文分析說 這篇文章並不是純粹的學術討論 而是具有濃烈的現實意義 最近幾年 北京與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關係日趨緊張 疫情爆發之後 中共堅持清零 經濟上提出內循環 引發閉關脫鉤的猜測 這篇文章是為現實政治辯護 那麼 這是否代表習近平連任之後 中國會進一步的走向閉關鎖國呢 政論人士顏春鉤認為 中共最大的訴求是維持政權的安全 至於長期路線方針 從鄧小平時期就定下了 40年的韜光養晦之後 政治經濟走回頭路是既定國策 與二十大無關 顏春鉤說 當下中共面臨執政以來最惡劣的局勢 內政外交一無是出 而且看不到出路 中美交惡已不可逆轉 市場經濟不肯走 國有經濟走不通 兩害相權取其輕 只好做足準備 讓人民吃草 中國人給中共70年的機會 等它變好 等它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國人一次次的失望 一次次的受苦受難 每次都安慰自己 我們的日子會好起來的 等到了今天 40年的改革大夢將要醒了嗎 不少分析人士提出 鄧小平在六四屠殺後 提出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 其實是面對國際制裁 想辦法維持中共的長期統治 韜光養晦的意思本來就是暫避鋒芒 在看天使 而且他在要求韜光養晦時也提出有所作為 所以習近平其實與鄧小平的做法並無不同 都是面對不同的大環境 想辦法給中共續命 中國與中國人就成了犧牲品 曾參與八九學朝 現旅居美國的趙長青發推議論說 看到大陸一天天的淪陷至此 有一種難以名撞的疼痛 葉建英說 毛氏十年文革 讓上億人哀整 其中兩千萬人被迫害致死 那麼未來十年 中國又會是什麼樣呢 不堪設想 真的不堪設想 周毅迪女士曾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務科的醫生 她最近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證實中共活摘器官真實存在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簡稱中山醫院 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報告 中山醫院的器官移植科可能是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發源地之一 副院長何曉順和多名醫生在電話調查中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中山醫院還設有腦死亡中心 可能是器官供體庫 周毅迪分析說 第一 中國人沒有器官捐獻的文化習俗 我在醫院醫務部門工作期間 醫院明確規定不接受任何私人或非政府衛生部門批准來源的器官 第二 中山醫院器官移植手術量巨大 她說 2002年前後 器官移植中心一直都是我們醫院裡的大戶 我印象中 每月差不多有至少上百臺手術 因為移植中心不同的床位每天都是滿的 每天一兩臺手術是起碼的 第三 中共醫療系統的核心任務 自始至終就是為中共權貴服務的 而中共領導人為私利和慾望無惡不作 沒有任何底線 周毅迪說 中共領導人根本不在乎大陸奴隸們的生死 所以 器官移植技術完善之後 活摘大陸人的器官為權貴們延長壽命 對中共領導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周毅迪說 在中國大陸 法輪功是中共最忌憚 打擊最嚴重的團體 但器官移植不限於這個團體 只要沒有厲害的背景 任何大陸人都可能成為中共權貴的器官共體 周毅迪來到海外之後 看了《九評共產黨》 認為 三退對中國人是有意義的 他說 中共最無恥的是 它種族滅絕了中國 還說代表了中國人民 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在中共統治的大環境之下 中國人都被綁架了 每個中國人都有義務站出來 反對共產黨 揭露共產黨 講真相 周毅迪說 真正的愛中國 就不能容忍中共的惡 否則 就是中國人中的叛徒 香港反宗中時期 大批市民在太子站內被警方殴打的 831事件發生至今已經整整三年 但仍是公眾心中的懸案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 831事件發生後 警方以調查為由 封鎖太子站長達30個小時 當時出現各種傳聞 甚至包括太子站有人被打死 一直試圖還原真相的香港記者嘉欣表示 有很多疑問需要警方消防人員和港鐵回應 但記者遇到不少的困難 只能拿到零散的資料 他說 解不開的謎團是 把所有記者趕走之後 在太子站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為何要把車站封閉30個小時 當晚港鐵提供多少列車 當晚有多少警員在站內 警方做了什麼 在車站內的市民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究竟有沒有人嚴重受傷 或所謂的有危機的情況 警方或其他在場人員有沒有人出錯或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 嘉欣表示 港鐵太子站的攝影記錄是追究真相最有利的資料 但是港鐵最後只提供錄影的截圖 不願公開視頻 整個事件的處理 你看到警方和港鐵是放棄了市民對他們的信任 一直不交代 讓事件變成一件懸案 前區議員朱江偉表示 擔任區議員時 曾連同其他民主派區議員成立委員會進行調查 但當局不允許委員會運作 朱江偉指出 八三一事件對於反送中運動 及整個香港社會都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象征市民對香港政府和警察的信任崩潰 美日星報最近的報導說 一項新的研究結果表明 若有人感染了Omicron 最新的變種BA5 那它可能出現一種只在夜間才會有的特殊症狀 那就是倒汗 這項研究是由愛爾蘭都柏林聖三醫學院 歐尼爾教授領導的團隊完成的 報導還說 目前BA5的傳染力超過BA2 且重症及死亡風險並沒有下降 病毒沒有明顯弱化的跡象 英國左翼健康研究項目稱 唯一較為正面的消息是 與其他病中相比 感染BA5後 罹患常新冠後遺症的幾率 降低了20%到50% 入行30年的古德昭 是導演 編劇 演員及主持人 最近又接收製作VOTV節目《曝谷一周》 9月1日 明報採訪了古德昭 古德昭談到演藝生涯中 曾幫助他的貴人 包括帶他入行的師傅高智森 讓他首次當導演的杜琪峰等 最難忘的是黃詹送給他的幾本書 裡面寫滿了詹書覺得適合他的筆記 十分的珍貴 古德昭曾有一段時間 和周星馳合作無間 他說 兩個人之間的快樂 觀眾是看不到的 每次想點子 他們平均都要想出20條 不被採納的19個點子 也都會演一次 古德昭說 至今沒有看到 有像周星馳一樣的演員出現 他曾和周星馳一起出國旅遊 教周星馳滑雪 上午教 下午已經滑得好過古德昭 因為周星馳身手好 古德昭在1999年導演電影《玻璃尊》時 首次跟梁朝偉合作 他說 梁朝偉既準時 又能記好劇本的對白 有一幕在拍《人嫌棋醉酒》時 當時小琪還比較新 梁朝偉可以在完成自己的戲之餘 讓小琪符合導演的要求 厲害到連身邊的人都可以照顧到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如今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是眼見著越來越混亂 其實沒有辦法逃離中共國的人 還是大多數 那麼接下來的日子該怎麼過 如何面對呢 我看到一位網友總結的 當下中共國人應對的方法 分享給您 彼得里科爾在推特上寫道 至親朋好友 今明後三年不要買房 要儲備現金 黃金 糧食 別創業 別投資 別辭職 別大手大腳的花錢 回歸基礎消費 不要跨行 守住老本行 堅持這三五年 鍛鍊身體 有啥別有病 低調 以免遭人妒忌 以免因材惹禍 多翻牆學習和了解信息 新行業就算可以加入 也不能扔掉老本行 我還聽到一個這樣的忠告 就是親朋好友 有可能的 儘量不要住得太遠 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 聽到這樣的一個建議 也是不太理解 但是隨著封控隔離 還有各種橫爭暴斂 報復社會的亂象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種親戚朋友住得近 還是有道理的 至少萬一有一個想傷害你的人出現的時候 發現你身後站著二三十個親朋好友 那就可能不敢再行惡了 畢竟在這個惡鬼橫行的國度 陽氣旺盛一些 還是會有震懾惡鬼作用的 再有就是聲明退出共產黨的 黨團隊及一切組織 未來的災難都是來懲罰中共的罪孽的 退出中共組織的好處可以慢慢看 但是眼前退出共產黨的黨團隊組織 至少可以換來一個新安 對於今天的話題 您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留言區說一說 我們下期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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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